歡迎大家歷臨2021WET新品泳裝發表會 我是主持人Ruby 柳西茹 非常開心見到大家 今天要好好地跟大家介紹美國精品泳裝品牌WET 源自於美國加州的精品泳裝品牌WET 它擁有非常獨特的布料 還有很厲害的設計 以及再加上這個可以浮現身材一件的感覺 並且它是可以在岸上也都可以穿或者是下水的時候 任何情境都可以做到CK 打造出這麼一個高質感的精品及的容裝 WET Swimwear 當我這年來設計的藝術品牌 我沒想到什麼個人的旅程會帶我來的 你們知道在美國 最終的年代我們都說要留在家裡 所以我們不能去旅行 也不能去任何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找到任何地方可以找到藝術品牌 大家好 我是Sarah 我是WET的創意總監 那麼在今年我要看開始設計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就會是一個個人的旅程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在美國疫情之前是比較嚴峻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旅行 我們也沒有辦法出外 所以我必須要在我可以的地方去找尋靈感 因為我們不少很多我們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我們會做這些長期的旅程 我屬於Santa Monica, California 我一直在野的沂山 我一直在沂山 所以它是非常有驚人帶來的沂山 如果任何人已經在沂山沂山 它是非常美的沂山 所以我 designed了Zuma 沂山沂山沂山 這裡有個碳塗紙 還有圓圖紙 這一次總共有四大島嶼系列是我的主題 在第一個靈感是蘆馬海帶 蘆馬系列這個靈感的時候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那個靈感怎麼來的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直在海邊的女孩 當時我就開了一個場場的黑車的讀進 我來到了PCH 可和海外這邊 我覺得她讓我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在經過這個海灘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讓我能夠感到平靜的旅程 那麼也因為我是從小在這個 馬里布的Zuvan Beach 這邊 所以我是為了致敬我的家鄉 大家稍後也可以看到這個系列裡面 有很多星星的象徵 那這也是像美國的國籍之境 有比較美國風的感覺 一起歡迎 Dizzy 蔡 時 瑜 歡迎 Welcome 來 我們請Dizzy先站到舞台的正中央 讓所有的媒體朋友們捕捉一下畫面 Dizzy現在身上所穿著的就是 Zashaw 系列 剛才有提到的時尚斑馬文 它是用岩石火花剛才演當作靈感 好 我們請Dizzy從中間開始看齊好嗎 Dizzy和Stay West的自信主張不合而合 近期擁有主品牌主力人 歌手和媽媽多元不同的身份 我們今天媒體還有各位粉絲 我們大哥繼續捕捉 請Dizzy趕快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首先我覺得要先趕快公寫一下Dizzy 會不會五年發行新專輯 對 而且剛才中午十二點熱騰騰的才release的第三波的主打對不對 是 這首歌叫Tides 然後它是跟高爾瑄和Ocean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是 然後也是就是我對於海的一種熱愛的一首歌 不貴是waggirl 對 有一點像環保歌吧 環保的歌 好 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趕快上youtube搶先聽一下十二點才熱騰騰出來的 那我從以前其實就非常喜歡Dizzy的曲風 謝謝 其他專輯 那這次的專輯叫Sky 叫Sky就是我的女兒中間的名字 因為這次很多的靈感都是當了媽媽之後 因為女兒我就覺得 其實她好像給了我一些motivation 就是說其實當了媽媽之後 我還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 然後我覺得就是天空就是無限 我覺得女人就是她們很偉大 當了媽媽之後 或是不管 其實女生我覺得不一定要當媽媽 我覺得在哪一個身份 都可以就是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對 但是像你一個人同時擁有這麼多身份 又要追求自己的夢想 這就必須讓我們來問到一個考古題了 請問要怎麼樣才能夠兼顧到這些身份啊 嗯 說實話 我其實每天也還蠻累的耶 也不知道就是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還蠻重要就是找到一個陪伴點嘛 然後因為我覺得女生們真的是每天都很忙 她們可以就是一天可以拍很多的東西做 對 然後我都是就努力的 而且我覺得可能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 不管是當媽媽或者是歌手這一上面 我覺得我都是很熱愛 然後是放就是百分之一百去做這些事情 做最real 然後最... 對 就是希望可以做到最好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還蠻重要的 就是找到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對 剛剛講到這些真的就是 完全跟Web的品牌形象非常的符合 她也一直鼓勵大家 你就是要有自信 也不要去管別人說什麼 或是你今天怎麼樣的穿著你的穿搭 都不需要聽別人 自己覺得最自信的時候 你就是最漂亮的 但我也想你自己可以再跟大家宣導一下 因為你是大家新時代女性的roll王 沒有沒有 你看又很自信 然後又很隨性 而且還很幽默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跟你一樣 或者是要教大家 如何可以變成理想中的自己 我只能說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 我覺得我是活得還蠻自由的 我覺得自由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像我前一陣子也有發行一首歌叫 What a life 然後裡面他就是有說到就是 你想要什麼東西 你自己就是要去追求 我覺得自信就是 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種風格 就是不管在穿搭或是生活上面 對不一定要就是好像跟著人家的流行 對我覺得是 更適合自己是很重要 這樣子你才會找到一種自信 就是說 欸這個style是很我 對然後這樣子 你也不用去聽人家覺得怎麼樣 OK那講道理的啦 因為你是史上偶像 對啊 所以要請教一下 在人生當中 你已經經過了不一樣的階段 那在每個階段的時候 你的穿搭風格也有改變嗎 我覺得可能就是 按照我自己的身形吧 就因為變媽媽之後 好像就是有變胖一點點 所以還是要改變 然後後面又 欸瘦了一點點 又可以就是穿著 就是比較 欸你露一點腿 這樣子 對我覺得其實是看你自己的那個 你可能就是你現在的心情 因為我覺得我都會有 就是一階段一階段這樣子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每天在心思裡面看到自己 就是你看到最舒服的自己 是最重要的 OK 就是都是最滿意的 呈現到最棒的狀態 是有時候可能就是 你覺得 欸就是這幾天可能 比較腫一點點 我可能就是會穿比較多一點點 那有時候就是我覺得 欸這幾天好像就是吃的還滿少的 然後欸好像還不錯 我覺得就可以就是露多一點點 可見今天是很滿意的狀態喔 今天露腿 今天露腿然後穿的是C-Shop的系列 這幾天好像沒有吃晚飯了 所以就 為了今天露腿 所以就 為了今天露腿 這就是最自信的 Ware Girl的精神 好不好 那講到這裡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討論一下 這次的四大島嶼系列 像現在在自己身上穿的就是C-Shop 剛才我知道 他是在象徵有這個斑馬紋 但是他並不是真的島上有斑馬 他就是把這個 比較土壤啊 岩石的感覺都化成在身上了 然後我身上的這個呢 就是有非常Iconic的檸檬的感覺 檸檬樹的圖騰都在上面了 那我也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一次四個系列 他的這些圖騰都各不相同 比如說有比較素色的 然後有條紋的 也有花紋的 動物紋 那你自己如果在夏日的穿搭 除了身上這一套的話 平常你還會喜歡哪一套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喜歡賽希爾這系列的 因為我覺得他很符合就是我平常的風格 就是黑白灰的系列 然後比較大地色的 我覺得他就是很有大自然的顏色 然後最近也是就是我瘋狂的迷上 就是像那種山Color 或者是就是斑馬紋這樣子 對所以我自己是每天我就覺得這個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很好搭配 就像其實那天我也有穿這一件 我會覺得這一件就是很服貼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我第一次穿本的 swimsuit 我覺得他是很舒服 對然後他不會就是好像讓我覺得 好像會曝光或者是會太滷肉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是很健康很時尚 對然後他也可以就是搭配 可能每天你出去穿搭的風格 就像今天就比較實裝 就是你平常出去可以很casual 然後也可以就是比較正式 那如果像比較正式的話 我覺得我就會推薦就是這個系列 我覺得他還蠻深逼的 對就是如果這是比較statement piece 就是說你如果要去晚宴啊 或者是比較像那種pool party 可是upscale的pool party 然後你要進場就是想要大家都回頭 欸看你一眼 我覺得就是可以穿這一種 馬上要協取全場焦點目光 對我覺得這種其實還蠻適合的 因為他的剪裁真的就是精品時尚級的 所以就算你在岸上穿這樣子剛拍完穿搭 然後再馬上下水浮起來好像在拍廣告一樣 就像你剛才講說upscale的event 立刻可以抓到全場焦點就是這一套 剛才曾子儀有特別提到你很喜歡的那個斑馬紋 但他有出長袖 布料也是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有點像水母衣的感覺 因為我裝曾子儀很喜歡做戶外的水上面 對很喜歡自由潛水 所以像這種我就覺得欸其實在潛水的時候 他是會讓我覺得很安全而且很自在的在水裡面 因為其實潛水的時候或是晚睡 我覺得有時候你會就是很怕等一下 欸就是會不會曝光 或者是再加上可能如果你要衝浪啊 這些我覺得都是wakeboarding這樣子 你都會比較怕就是欸我會不會就是曝光 所以其實我通常都會選像這樣子 就是比較長袖的有一點rash guard 然後你這樣子就不會就是一直在那邊就一來一去 或是要去撥這個撥那個這樣子就很安全 對對保護好東西 對我覺得女生都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男生可能會覺得 呃好不知道到底 我懂 如果大家沒有時間去補他防曬的話 像剛才這個長袖也都非常好 或者是其實wakeboarding的純系列泳衣 他也都有upf50的防曬係數 對這也很重要 就因為我覺得我也是很討厭 就是有那種就是曬的那種痕跡 對所以我通常去玩水的時候 就是如果我不想就是有那種像bikini line 或這樣子我都會就是穿一個rash guard 或者是一個拳套 對 因為我覺得腿這邊還好 但是上衣我覺得真的是還蠻難去處理的 感覺這厲害是想要展露出他腿部的線條 但是上面就要保護好 而且也要幫助一下海洋 我們也是要對海洋的保育性的關係 對不要擦那麼多防曬 所以我平常都是就是下水的時候 我就會穿比較長袖來的 OK 所以剛才幫我們介紹的是Zuma最經典的這個款式 是大家如果要去比如說一些厲害的poolharding的時候 就可以低胸一些 因為不需要太多的防備 但如果是玩戶外運動的話 長袖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那我想要接著問的是 因為我剛才提到人生階段很多種 你的穿搭也都會改變 現在假設是要跟女兒一起有親子妝的感覺 要配合他囉 剛才自己聊的是自己喜歡的款式嘛 現在配合女兒有一種夏日海灘風情的話 你會選什麼 女兒的部分 因為她真的很可愛 就是小寶寶女生她們就是很粉嫩 所以她們就是穿什麼顏色都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就是圖案越可愛就會越 就是看到她在身上也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融化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們 我剛剛就有逛起來了 我覺得有很多就是母女可以穿搭的 然後呢像我今天穿的這個賽鞋兒斑馬的這一系列 我覺得也還蠻可愛 其實我們是可以配一套的這樣子 她好像也有Bikini的那一套 我覺得小朋友就是穿起來真的太可愛了 這樣母女裝出去路上的人一定會想要跟你同款 而且我覺得只有男寶寶的媽媽可能有點傷心 她就覺得我也想要穿親子裝 就是像就是妳身上這一套就是這個 有一點卡布利島的那一種 我覺得也很可愛 對就好像感覺就是我們要一起去 意大利去度假還是什麼 意大利風情就是度假的感覺 是啊就很match 然後我覺得就是小朋友其實穿這種圖案 然後我覺得我也願意就是跟她搭配 對啊像這種可愛的泳裝 我們沒有寶寶的都覺得好懊惱喔 沒有辦法穿上愛的自己的妝裝 其實妳可以接朋友 先跟朋友就是 可以接她們寶寶跟你穿哪一下先 我們很期待可以趕快 我就是會給她自己選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可愛 對啊妳要跟她說跟媽媽穿一起多可愛 都可以留下紀念 然後我就說不是不是她逼我 就是我就是想學她風格這樣 你看為了女兒都願意改變自己的風格 從剛才時尚 然後比較性感一點的 就變成了很粉嫩 我覺得這個我也可以嘗試 對 這個也超級可愛 對 不是我平常可能自己會穿的一個顏色 但是我覺得其實現在當了媽媽之後 我覺得其實這種粉的我也還蠻可以接受的 對是SUMA系列 就可以想像你自己在開車的時候 這些夕陽打在身上很浪漫的感覺 那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馬上就是母親姐了 剛才已經提到寶寶的話題 全家人有沒有想好去哪裡度過 有啊其實我覺得像媽媽 我覺得她也很適合穿這一種泳裝 因為其實我媽媽身材她也很好 我最近就是去墾丁的時候 我從背面拍到我媽媽跟Catia 就是兩個人 我以為是我自己 我就想說 欸怎麼會那麼像 對她真的身材超好 所以其實我在想 其實我也可以就是拿一個就是三代的 就像Catia我然後再跟媽媽 然後一起就是穿搭 我覺得她蠻可愛的 對我懂的 剛才提到親子裝 我們一直想像的都是Doozie跟Catia 結果我們可能先看到的母女裝是媽媽 真的 而且媽媽的我 所以超期待 我們也可以問一下媽媽 她自己最喜歡是哪一套 再跟我們說好了 我可以幫她選 等一下就可以好好地選 今天外的真的非常貼心 因為知道週末就是母親節 所以也其實早就準備好了一個母親節 裡頭要送給她 謝謝 那我們現在也再度的歡迎品牌總監 Sarah回到舞台 可以立一個現場 Thank you Sarah 謝謝 好我們現在也請媒體朋友們 可以捕捉這個畫面 剛才有提到的這個親子裝裡面 還有MiniWat 也就是這次的寶寶泳裝 MiniWat的話 剛才Sarah也有提到 其實她的姊姊有說 在網路上都沒有辦法找到 非常好看的寶寶泳裝 於是她就決定自己親手設計 這個系列非常 這就是剛才 這次有提到的 ZShell系列當中 非常可愛的小斑馬 我也出現了 這是Mini Swap的系列 好 謝謝Sarah Thank you Sarah Please take your seat Thank you 都不先讓 Dizzy可以繼續在舞台中央 讓大家補拍畫面好嗎 Dizzy 我們也很期待可以看到 媽媽 Dizzy 還有Kizia 三個人都穿上這麼可愛的 C-SHOW系列 其實大家都可以像今天Dizzy搭配的一樣 我們外面只要搭一個OVERSIZE的西裝外套 就可以展現出來新品時尚的感覺 好 右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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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多多的支持 今天Dizzy也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的夏日穿搭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像是Dizzy剛才說的 只要你有自信 穿什麼都好看 真的不要去在乎別人的想法 因為現在泳衣外穿也都是一個蜂巢了 對 其實我從以前就很喜歡穿泳衣出去 那你就是搭配可能短褲啊還是什麼 不是單穿的 我不會 我的意思 對 就是可能搭配一些像這種牛仔的短褲 對 然後裡面就是配這樣子 就是臉身的泳衣 我覺得就很像一個body suit 真的是trans setter 在幾年前就已經這樣子進行了 所以就可以像Dizzy一樣 它就是你衣櫥裡面的必備單品 而且不是只有去海邊才能穿 平常就這樣穿 然後到了海邊以後 立刻脫下你的OVERSIZE外套 也退下你的 你原來這麼好cue啊 早知道我剛才就多說一點 退下你的牛仔褲 不行 OK 現在不行 那個可能不行 稍後我們再展示去看看 今天就希望可以把web的精神 stay wet 提醒給所有的朋友們 讓大家都可以成為那個最自信的自己 我們再次的感謝Dizzy今天麗玲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了 大家好 謝謝 好 那請